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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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不會傳到人那裡 總之就是說 那個移植了的人是沒有辦法將這個豬的病毒 由他的移植心臟那裡排除了 於是突然之間他就壞死了 連帶的病人都死了 現在的新聞也是計這新聞 計剛才的這個移植就再進一步了 不過很奇怪 這個就是一個人 他已經死了 我想他死了的意思是他應該老幹死亡 老幹死亡 是 然後他就用一個生命維持器 就透過一個基因改造過的豬腰去移植下去 根據現在的說法 這個都是幾天前而已 就說沒事 豬腰在裡面沒事 繼續運作 我小時候我媽媽煮很多豬腰給我吃的 那我也吃過啦 甚至乎你會吃得出 就是哪間的豬腰洗得乾淨點 哪間的豬腰洗得沒那麼乾淨啦 是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 在將來你再吃豬腰的時候 你吃著這個豬腰 你咬下去好吃不好吃好 原來他曾幾何時是有可能成功成為移植 幫到救到人的一個豬腰呢? 那這個就會不會這樣發生呢? 那這裡大家想想 但是這裡這麼說 再詳細一點說 其實在這個星期的新聞裡面說了 其實是有兩宗的豬腰移植的 不止一宗的 一個就是台長你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有一個腦幹死亡的病人 他就接受這個豬腰移植 而且是能夠去除了他那個的排斥反應的 但是最後這個豬腰在這個人生上只用了七天而已 那是不是他不能夠再用多過七天呢? 都不是的 只不過本身這個已經是一個腦幹死亡的病人 那所以呢 我們大約看到他沒有排斥 於是就覺得這個實驗是測試的階段已經完成了 就沒有必要繼續去延續這個病人的痛苦 就繼續把機器開下去 那所以這次是故意為了去試這個人的實驗 就找了一個得到家屬的許可 那甚至乎不知道有沒有 都徵得那個死者 他原來生前都有一些的同意 就是說死後可以拿來參與這些這樣的醫學研究 就是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應該在美國做來講 就這些要搞得乾乾淨淨的 因為那個法律問題就很大 那就是一個腦幹死亡的病人 就跟他做一個這樣的豬腰移植手術 那你可以說是一個成功 因為他是去除了這個排斥反應 而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用一個也是腦癌末期的病人 去參與另外一個豬腰移植手術 也都得到一個差不多的效果 但是你都明白了 因為本身受移植的人 他都是處於一個腦癌末期的狀態 所以他沒有因為這個豬腰移植而死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重病 也都是連帶著整個身體都是死亡了 那在這兩件事裡面都看到 就是沒有排斥反應 所以其實就鼓勵了下一步就是說 會不會下一次真的可以找到一個就是 有一個人可以去試 可能也都是相似 跟上次接受豬心移植的那個病人的case 就是說他可能已經沒有其他選擇 他就是如果你不給豬心去 他都等不到其他方法去治療救活的時候 願不願意都駁一鋪試一下豬心移植呢? 可能下一步就可以真的等一個這樣的病人 來去試一下這個新的豬腰移植的技術 但是為什麼是豬呢? 是不是因為豬和人體的結構是很近似呢? 是的 它裡面的器官 都是那個大小差不多 那你見過豬心 一般來說的豬心就比人的心大一點 就算豬腰 家裡有吃開或者外面有買開 你都知道都是差不多大小 也都可能是比人大一點而已 但是這裡一定要解釋一件事就是 你當然不是隨便養隻豬的豬腰都可以搬下來 是不是? 因為一向這些跨物種的器官移植 面對那個排斥問題是很大的 所以先前你是要做很多的方法去排除這個移植 以往在基因技術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我們去排除的方法就是不停地去吃這些減低免疫力的藥物 使身體免疫力的反應壓低 使它不會攻擊這個第二個物種移植下來的器官 但是當你去除了這個壓抑免疫系統的藥物的時候 你發覺排斥的作用就會出來了 一直都熬不了多久 就是自身免疫力會攻擊這個外來的器官 好了 就是有了基因技術之後 有什麼那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呢? 就是我們能夠透過去改造一些的基因 令到譬如這隻豬 它本身在它的心臟器官上面的蛋白 或者在它的腎臟器官上面的蛋白 不會出現一些能夠激起人體免疫反應系統的蛋白在那裡 於是你要搞清楚了 不是只有一隻半隻蛋白 它會令到人有個免疫反應去攻擊它的 當然如果它是煮熟了的時候 根本上就是你身體是消化它 也都沒有機會給你的身體免疫系統去攻擊它 但是有時候你都知道的 這個世界上很多千千萬萬種蛋白質的 有些蛋白質甚至乎你吃了在身體裡 真的就算進去身體裡 你吸收不了 拆不了 甚至乎是會令到你身體有中毒反應的 那些譬如說的是一些很多的菇類 它裡面的蛋白 有些就是對人體是會有害呀 有中毒反應的 但是起碼譬如豬腰那些 就不會令到我有中毒反應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活體的放進來 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都會攻擊它 所以我要對豬進行一些基因改造 而且是找到哪幾隻蛋白 是會令到人體有排斥反應 大約十多種了 就把它找出來 就把它全部關掉 就是禁止它 於是你就會用基因手段去繁殖到一些豬 它上面的內臟是不會再有那十幾種 令到激起人體排斥反應的那些蛋白在這裡 那無論在上次心臟移植手術 或者是今次的豬腰移植手術 都有做到這件事 也成功看到真的能夠壓低了 即是沒有排斥反應在這裡 當然了 剩下的問題 有兩大問題 第一 就是好像上次心臟移植手術那樣 會不會是有一些其實我們都沒有意識到 但是存在了在這裡的病毒 我們以為沒有什麼事 對人沒有什麼事 但是原來最後移植了下來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趕走去的 即是我們可不可以弄一個真是很乾淨 完全沒有受到感染的器官 於是讓我們可以很乾淨地移植到人身上 讓它不會無端端壞死 即是重複上次那個豬心移植手術那件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很需要做的事情 而另外就是說 在那個基因研究裡面 我們除了那十幾隻的蛋白質 是知道是會令到人體會產生排斥反應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是近千隻的其他蛋白質 我們是要擔心之中的 可能它頭那幾個小時 頭那幾天 頭那幾個星期 但是不會給你看到什麼古怪的東西 會不會是有些蛋白 它是比較遲 比較長遠 才能夠刺激到你一些身體 你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呢 比如一些過敏的反應 都是跟免疫系統有關 但是那些可能是說 你要去到很... 以年計的 以幾個月計 以幾個年計才會出現的那些呢 那究竟還會不會有 一些潛在值得懷疑危險的蛋白在那裡 我們都需要排除它呢 如果我們找到的話呢 我們又要再做多些的基因改造 那就是當你能夠克服到它 不要受到病毒 不知名病毒感染 以及能夠將一些 另外還有可能高危的基因 引致到長遠排斥反應 古怪身體反應的基因 都排除了那個時候呢 那我會覺得這個豬腰 或者甚至乎豬心移植的技術 就會去到真的成熟了 但是如果你看下去 他們那個動機都是去製造一個器官農場而已 其實是 那最後就會是透過一些基因改造的豬 甚至乎會不會有些時候是需要量身訂造呢 可能它有一些的 就是你知道的 不同人它都會對不同的蛋白有過敏 可能我是對於這十幾隻有過敏 但是原來可能對你來說 你少一些過敏 或者會多一些 那於是乎我在基因改造過程之中 我又要為某一些有過敏症的病人去量身訂造 那可以講得不好聽一點 其實是的 是一種的基因農場來的 那你都知道 一隻豬它的生長周期比較快 比較快就步入成年了 那所以就是可能那個病人 就算中間一直在等著 其他對的人類腎臟移植之餘 也都可以開啟去養殖一個 可以為它量身訂造移植的器官給它的豬仔 去培植定出來 因為它的新聞報道都有講的 只是美國每年都有六位數字的人 是要去做洗臣 起碼有五位數字的人 是要等真是要去做手術的階段 那如果你一下子能夠開發到 用豬來去救到人 那當然是人類的福音 但是當然又要多樣東西去 就不是救命因人 那那隻就救命因豬了 就變成是 但是總是好過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擔心那個器官移植 現在香港又經常 哎你真是捐出來 如果是豬可以代替到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都不喜歡 都不想這樣 但是起碼就似乎是人道一些 就是比較容易接受一些 你都可以想一下就是 人都是這樣的 你只是用了 譬如你有一個神都可以生存到 那豬其實都可以的 那變成你未必真的需要 拿著這隻豬的性命都不奇怪的 但是豬還有沒有其他用途 就是其他器官其他器官用途 暫時來說你會不會再想 哇它會不會裡面一隻器官都適用呢 那你就要看看是不是每個器官都可以這樣玩移植 那譬如 就是這個人 譬如肝臟移植 你想想吃那碗豬雜的那碗腰潤粥 我也是吃很多的 是啊 會不會你吃那塊豬潤 用來熬湯那些 有時候那些什麼豬潤湯通粉 那塊潤都可以 但是譬如肝臟可能那個要求又會低些 因為其實肝臟就是人可以有能力去重生 那於是乎就是可以比較依靠人的供應 那就不需要用到那個豬潤 OK?來去移植給人 還有肝臟我想也都面對那種排斥 那些潛在問題會更加大 但是肝臟的話 最後也都不需要拿到豬的性命 也都可以補到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譬如是肝 那就會是人道一些 心臟這樣 那當然了這個世界上 需要接受心臟移植的人數 就不夠需要接受腎臟移植的人數這麼多 所以在這個研究裏面 很多時候就是希望應付到那個供應 是呀 但是如果你說野豬 那豬有開個病 它會不會都帶上去人那裡呢? 因為剛才提過 但是現在我說的話 豬它可能很健康的 不過有些病毒 如果我移植了那個豬腰下去 可能我將來撞到這個病毒 我都會出事的是不是? 可以是這樣發生的 是啊 可能覺得我人沒有所謂 誰知道我人裡面有個器官是豬來的 那偏偏就是打那個器官最厲害的了 那可以是這樣發生的 是啊 所以這個世界都沒有十全十美的 但是如果最理想的方法 是不是說人做器官是最好的? 可以說是的 但是是不是這麼多器官都可以這樣去培植呢? 現在的研究裡面還是很初步的階段 我們能夠去做一些叫organoid 一些的小組 器官小組的東西 但是你要一個出來一個複雜些的結構 有循環系統 有血管供應 有帶走廢物的系統在那裡 就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好 我們這一集要結束 我們下次再回來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